当时在太行山 那重重迭代的 我们去那个地儿有一个双底村 双底那个临川的一个地儿 有双底沟 叫个双底村还是双底沟了 然后再过去去到那个村子里 要走七十二拐 就是人要走出大山 要通过这个山来拐来拐去 要拐了七十二拐 为什么要七十二拐呢 要这山它不能直了走 它要这一般枝子形的这样拐 要拐七十二拐 才能走到那半山坡上 以后从那个路上走 以后你在这个山顶上 这一看这个层层叠叠的那个太阳山 那种浑厚大气 那时候当时自己就想 我就在那种看着 看着就想 我回去一定要创作一幅大画 把这太阳山那种厚重感 那种那个苍茫的厚重感 给它画出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 红扬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水墨艺术精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孟昕 在当今的中国画坛 涌现出了APP 非常优秀的女画家 她们用独特的女性视角 创作出了一幅幅 令我们称赞的作品 今天做客 我们水墨丹青的嘉宾 就是其中一位 我们一起来 有请今天的嘉宾 王卓玉 王老师 有请您 王老师 欢迎您 欢迎您 您请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卓玉 多年来临迟不处 主攻国画山水 奸习花鸟 研习传统绘画画法精髓的同时 致力于写生创作 从大自然中汲取养分 一山一水 一画一幕 无不是创作的源泉 曾先后游学于清华大学首国画院 中国书画院 中国艺术创作院 受教于多位名师 现为山东省美协会员 威海市美协理事 作品曾多次参展全国性画展 并斩获奖项 您是如何和绘画结缘的 说起来就是从小就喜欢 从上学的时候 就上课的时候 不好好听老师讲课 那个本子上 自己的本子上 全都用自己包了一个瓶 瓶上在自己画着画 作为一个本子的那个瓶 就上课的时候 一看老师那个形象 就在下不愧画画 后来被一个同学的父亲看到了 知道我喜欢画画 他是懂一点这个绘画知识的 有一次去他家玩 他爸爸就让我学着画一个素描 结果一会就跨出来 说你学过了吗 我说没有啊 说真没有学过 没有 他给我大体讲了一下 这个素描的一些基础知识 后来他说那个你回去跟你爸爸商量一下 你就去考这个美院 我保你一定能考上 这回家这一商量 这坏了 坏事了 平常还还可以自己偷着画一画 这下就完全被家里控制住了 我们是在一个偏偏的小县城里 在这方面那个知识应该稍微差一点 我爸爸就说这个那是不务正业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 我们那时代是这样说的 但参加工作以后自己有一点自主权 会在这方面的书啊 会买一点都买一点 比方说那个中国书画报 我从那个九几年开始一直盯着 那时候上班是有经常会出去学习 学习业务 到哪个城市我走的 第一个最喜欢逛的就是书店 因为在我们的书店 像这种绘画那个书籍都很少的 都看不到的 就在那个大城市里的书店 各种书都有 所以我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书店 而不是商店 所以在一直在这方面的熏陶 没有落下 但是因为毕竟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养家户口 所以在那个手头上是还是侵缺一点 那个九六年 那是九六年的时候 我报了一个天津神州书画院的一个海手班 在那学了一年 后来也就是因为家务事 把工作忙就又落下了 知道是儿子上大学了以后 才有机会走出来 来北京学习 去清华美院学习 这样就开始慢慢的走专业的路线了 虽然您说是您儿子上大学以后 你才开始走专业的路线 但是您这个结缘 这个问题 您是从 您特别小的时候 一直都没有断过 跟艺术的这个接触 对 所以一直在路上 一直在学习 我们了解到很多的画家在自己创作过程当中都会在不同时期遇到创作瓶颈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情况 是的 这个问题是所有的画家都会遇到的 因为每一个画家他都有自己追求的东西 他这个不但的创新是每一个画家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你每个过程当你印象一个新的事物以后 你去慢慢从认识到熟悉他会慢慢发现自己到一定程度还会想要再有变化 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它会时常的困扰着我 因为每一步都要走都要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主要是从这个传统入手的 像那个宋元 宋元的话我大多是我以山水为主 花鸟为福 连到一定程度以后 觉得自己可以了 可以了就开始自己要创作 这一创作 我只能连画 我连的是挺好的挺像的 但是我要自己创作就难了 那么怎么办呢 走出去写生 那从那个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 以后通过写生再回来 再连古花 再连莲花 连那个名作 就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一步步那个突破 一直在学习一直在突破 所以瓶颈不是问题 因为总会过去 是 灵感总会到 您讲到了构图 那关于构图 您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最初的时候一般是 我们是比较传统的一些 是高原法呀 深原法呀 还有这些那个 比较得叫适当 S型的 因为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是博大精深的 这个它我们所有的东西 比方特别是在这个 绘画的这个行业里 它主要是 我们画的是一个哲学的道理 说起来好像挺深邃的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哲学的东西里边 所以绘画也是这样的 到现在从这个审美的角度来说 我们不仅是要有一个哲学的道理 还要从这个 事关感觉的一个审美角度去看 像那个西方的文化 我们中国文化是以三点透视 观察事物的那个 试点是以三点透视 那个西方文化 它是西方那个绘画 它是以焦点透视的方式去 去那个 去景的 所以到现在我们也会采取一些 西方的一个构成的东西 去做这个画面 那个构图方法的运用 那这个 这个过程是 当我刚才 我们还说过这个瓶颈的问题 那我在这里就是一个瓶颈口 是一个 有一段时间里 就在这个瓶颈口上 很难突破 那这两年在北京 跟这里好多老师学习 不但学习这个都 也接触 因为在北京这地方 它接触的画家比较多 各个层子的画家比较多 那对我这个受益是很大的 然后那个 在这个构图方式上 吸收一点西方的一个 信贷构成的东西 注意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画的 那个构图方式里面 那画面会显得比较饱满 用墨我们也希望您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用墨用色 这个中国画用墨是讲墨分五色 您是如何把握这个色彩的 墨分五色在最初学画的时候 是真的是很难把握的 但是我们最初学画的时候 就要讲究这个 一个是形 一个是就是墨色的变化上 它是一个基本功的练习 基本功练习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很自然的就形成了 您看您是又主攻山水 然后又间隙的是花鸟 在这两种类型的画之间 有没有一些连带的通融的这些作用 那个这个 咱们所说的是万物相通 是吧 所有的东西都是分不开的 都是互相有联系的 那个这个花鸟画 本来我是比较喜欢山水 但是花鸟画有的时候 大众是比较喜欢的 有的时候自己看到一些东西 也是比较那个 有的时候画山水画 有的时候会觉得 在搞创作的时候会觉得累 但是花鸟画是比较情绪化的东西 有时画起来会很放松 心里会有一种很愉悦的感觉 我说这话 不是说我画山水画就不愉悦了 画山水画 其实你一个人是完全是陶醉在里边 从这个构图上说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那个花鸟画 相对来说从构图上是简单一点 但是我画的花鸟画 一般是我以山水画的形式去处理它 比较画的是大景 多画大景花鸟 王老师您刚才为我们分享 比较喜欢创作大幅的 大篇幅的作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一般您创作大幅作品的时候 都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这个是远远事物的感受 我喜欢写生 喜欢祖国的山山水水 我去过太阳山 去过黄山 去过西北的高原地区 在那个黄山的那个秀美 他跟那个 或太阳山的那个 苍茫浑厚 以及大西北的那个苍茫 那个朴石 都给我有特别大的感受力 特别是太阳山 你当你站在我们那年去 太阳山写的声声的时候 是去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儿 那交通都很不方便 就是一个很原生态的 我们走进去以后 其实大家 我们去了有几个人一起去的 有的刚进入不久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这地方 就没 不是那么漂亮 没什么可化的 但是我当时看来就 心里特别有感触 那个我现在想起来都 都觉得都 身上都麻烦杀的 眼泪都要流出来的 但我没到一个景色 都有不同的感受 当时在那个太阳山 那重重迭代的 我们去那个地儿 有一个双底村 双底那个凌川的一个地儿 有双底阁 叫个双底村还是双底阁 然后再过去 去到那个村子里 要走七十二拐 就是人要走出大山 要通过这个山来拐来拐去 要拐了七十二拐 为什么要七十二拐呢 因为这山它不能直了走 它要这一般 枝子形的这样拐 要拐七十二拐 才能走到那半山坡上 以后从那个路上走 然后你在这个山顶上 这一看这个层层叠叠的 那个太阳山 那种浑厚大气 那时候当时自己就想 我就在那种看着 看着就想 我回去一定要创作一幅大画 把这太阳山那种厚重感 那种那个苍茫的厚重感 给它画出来 所以回去的为了创作一幅画 我脑子一直在想 你不管是干什么 干什么 脑子都会在想那幅画 那个场景 去怎么去处理它 您今天也为我们大家带来的作品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好 王老师 您带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应该说是我现在正尝试的一种方法 因为每个画家都要在不但地创新嘛 他也尝试 应该说是还不是太成熟 但是我今天要有这个想法 我就要这样做 在色彩上有的地方采取一个对比色 这样比较靓丽 这幅作品您画的是什么 哪里的山 这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以我们家乡 那我在我家乡写上的东西挺多的 太阳山它适合画了一大画 然后以家乡的一些那个山式的结构为主 包括这个房子都是有 但是这个船 因为这个我们家乡的船都是在海里 因为这个船放在这 我觉得比较好看 有时候画面就不一定说你飞到 飞要是你画哪就是哪 可以根据那个画家的想象力去 可能这是太行山的山 但是呢是安息的西 有可能是哪里的房子 这就是最好的创作 那只要是山东 要这个画还是一个小景画 说一个小景的 好 非常感谢王老师精彩的解读分享 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 同时我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做客观众朋友的视频 谢谢您的观众朋友的视频 给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